婚姻你,男人嫌弃你时才会说出这三句话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 婚姻就像金色的鸟笼 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却想出来 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现实的 当从爱情走入婚姻时 你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不知道原来心事淡淡说爱你的男人 会不会还像从前一样爱你 你不知道你的婚姻生活会不会一直幸福美满 女人的心思多敏感细腻 有时候男人无心的一句话 其实很伤女人的心 最近看了韩国一档节目的视频 深深替那个女人感到悲哀 其实在一段婚姻里 当一个男人跟你说出这三句话时 说明他的心里很嫌弃你 你别傻傻的,装作不知道 一,简直让人下不了台 当视频中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 在宁夏的天气里冒着寒风 去找在餐馆吃饭的丈夫 看到男人时 孩子们热情地扑上去叫爸爸 而男人只是冷淡地说 这么冷的天 你带孩子们出来做什么呢 眼神里透露的是不满的情绪 没有一丝一好的开心 和他在一起吃饭的同事 也感觉出了尴尬 女人一边瞅着男人的眼色 一边漠不作声 随后男人让他先回去 他自己也马上回家 回到家后 男人不停地熟络他 为什么要带孩子去那里 简直让人下不了台 有那个时间不如在家收拾收拾 当妻子和孩子冒着寒风去找他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喜 反而不停地数落埋怨 还觉得妻子让自己脸上无光 在同事面前让自己出丑了 这样只顾自己颜面的男人 真的让人挺寒心的 二 不应该这样胖吧 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 他对着镜头说 让职场同事还有周围的人看到 非常不情愿 我也觉得很尴尬 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应该这样胖吧 回到家后 他又埋怨妻子让他没面子 女人有点崩溃 你是觉得我让你没有面子了 我哪里让你没有面子了 他只甩下这么一句 又不好看 当妻子辛辛苦苦帮他生孩子 带孩子 而且要带的不止一个 是三个孩子 他根本没时间去打理自己的身材 而且他想到的却是 因为他身材走样变胖 让自己在同事面前颜面近身 一个只会嫌弃自己不好看的男人 真的别指望他的心会在你身上 三 每天都说这种话 烦死了 当女人哭着对他说 你以为我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吗 生完三个孩子后 我都没时间调理身体 别说调理身体了 你有帮我照顾我孩子吗 而男人的反应却是 每天都说这种话 烦死了 以后别再说了 然后丢下还在哭泣的妻子 自己回卧室去了 女人一个人默默地流着眼泪 因每天不停地争吵 感到很疲惫 看着身旁的三个孩子 再看看对他漠不关心的那个男人 他真的不知道 他的婚姻该如何走下去 一个只会说女人烦的男人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你为他含辛茹苦 生儿育女 他却嫌弃你身材走样 面上无光 你以为会得到他一句安慰 结果换来的只有无尽的嫌弃 当越来越多商人的话 从口中说出时 当一个男人不敢念妻子的好 而对妻子极度嫌弃时 这段婚姻也会变得岌岌可危 请不吝点赞 订阅